学生们的第三个诉求是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对于服务协议这次社会上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在台湾历来公共政策的讨论上是前所未见 对于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 要如何进一步促成各界的许多建议 包括国事会议 包括公民宪政会议 包括经贸国事咨询会议 等等 这些要怎么样来看待 我已经要求行政院进行整体的评估 尽数广征各界的意见 将来把评估的结论再来向大家报告 学生们的最后一个诉求是退回服务贸易协议 各位都知道服务协议去年6月21号签令以来 到今天已经经过9个月了 在法定程序上已经进入了国会审查的阶段 我们支持立法院进行逐条讨论 逐条表决 但我们不赞成行政院撤回服务协议 否则对台湾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各位我们推动服务是为了振兴台湾的服务业 是为了确保台湾经济活力的动能 以及为了创造台湾加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有利条件 这三点对台湾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想先引用这几天一些专家与业界的看法 例如中央银行总裁彭怀南先生说 台湾要走出去台湾不可能被边缘化 服务贸易可以帮助台湾融入世界经济 又如商总的理事长赖正义先生说 希望立法院的学生回到学校 让立法院恢复运作 并且让服务协议逐条审查 而台达电荣誉董事长郑存华先生说 服务对台湾的企业不会造成影响 不能延误太久 应该赶快通过 而根据金周刊最新的调查 国内13个大学的经济系的系主任 就有12个是支持服务协议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对台湾的经济 未来是有利的 刚才提到的这些专家跟业界呢 都说明了服务协议 对台湾的重要性跟迫切性 又根据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分析与评估 两岸服务协议签订后 未来我方服务业对大陆的出口可以增加37% 总产值估计将增加120亿台币 就业人数可以增加1万2千人 所以挺服务就是挺台湾的服务业 挺台湾的就业市场 挺台湾的经济 当然也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产业受到影响 需要政府来关心 各位都知道政府已经匡列了982亿元的预算 针对不同情况受到影响的厂商 提供不同程度的帮助 那么而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呢 它本身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的一部分 而ECFA又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之下的一个双边贸易协议 如果服务协议不通过 将严重伤害我国的国际信用 与贸易自由化的努力 也一定会影响我国目前努力想加入的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的机会 这会伤害到整个台湾经济的未来 所以如果明明知道对台湾有利 却果足不前 我身为总统 何以对台湾人民交代 以上就是我们对学生四个诉求的回应 英九在这里要向各位同学说明 这几天政府很努力与各相关单位 研商跟回应同学们的诉求 有的我们做得到 有的需要时间 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有的对台湾经济不利 确实确实难以办理 我们能做得到的我们都愿意做 的确是难以做到的 我们也会诚实地告诉我们的人民 希望大家了解 我们不能不负责地去误导民众 对这些回应 我相信一定还是有一部分的同学 会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 民主本来就是一个 服从多数 尊重少数 容忍其见的过程 我心里期盼 对任何意见不同的人 一定要以理性跟和平的态度 去讨论与尊重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民主与法治的精神下 合中共济 学习与不尽相同的意见共处 逐渐地达成共识 我也恳切地呼吁在野党 学生运动有它的纯洁性 明天凯道的活动 政党如果趁机大幅动员 激化对立 这绝对不是人民所乐见的 立法院王院长 已经主持多次的朝野党团协商 还没有达成共识 目前民进党团 已经宣布退出协商 我特别要请非常辛苦的 王院长尽全力 整合朝野的意见 发挥国会自主力量 我也呼吁朝野党团重返协商 我希望朝野党团 在王院长的领导与组织下 尽数能够达成共识 我也希望王院长能够协助帮忙 协调学生找入退出异常 恢复国会的正常运作 昨天晚上 我跟十一位大学校长座谈 向他们请议 倾听他们的宝贵意见 校长们告诉我 学生的想法其实很单纯 除了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 要透明 程序要正义之外 他们也关心 他们未来的工作机会 自己未来的前途 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而这些也是我们政府 深切体认 要努力追求跟照顾的目标 我要对立法院议场的年轻朋友 以及准备在明天走上凯道 的国人同胞们 表达我内心最深刻的一个感受 各位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各位的忧虑我也充分地了解 这是我们政府的责任 我也希望未来 有机会能跟大家坐下来 深入地讨论 包括薪资 就业 住宅 生育等各项议题 以及台湾未来经济的走向 我们都可以交换意见 积极寻求对策 我诚恳地希望 年轻的朋友们 不仅要以你们热忱的心 来为台湾发声 国人都已经看到 由于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 使得福茂学义的重要性 更受到国人的重视 让两岸监督机制更加周延 大家的坚持与热情 国人不会忘记 现在大家应该考虑 可以把议场还给国会 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 我们都关心台湾 可以对公共政策 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毕竟都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都传承了台湾 要往前走的使命与责任 此时此刻 我们必须为台湾的团结 相信民主机制 是最好的解决争端的机制 唯有这样台湾才能继续不断的向前走 天佑台湾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奋斗 谢谢大家